早上的7點34分 來看看昨天行政院的新聞 行政院長林全 昨天前往高雄勘財 部落的災損情形 強調災變凸顯前章基礎建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關切6月1號豪雨的災損災後不言狀況 行政院長林全5日前往高雄勘察部落災害情形 今天看到的災變凸顯政府提出前倉基礎建設計畫的必要性 其中的水環境建設就是針對氣候變遷造成劇烈環境影響的因素規劃 政府希望研議出最好的方案解決問題 且前章建設計畫 才滾動式檢討 每兩年編歷一時預算 期盼民眾一時一想 支持 林院長指出 當地自災主要因為 西隆西水流不穩定 雖然過去有做施作護岸工作 就簡體情形來看 該地凸在河道中間造成河水 再繼續改變 後面的房屋會有危險 需要再提供永久的 無安值居民 林院長強調 基於安全的前提下 未來的做法要考慮研究性 道路問題雖然可用高教化解決 但有部分分明的位於道路和河岸之間 若繼續掏空 身具危險性 林院長並執政加菜金 給公路總局及水律署等單位 並提醒同仁注意施工安全 及掌握進度 隨後前往 請和平台慰問居民 關切安置狀況 並致重慰問君 以上是來自行政院院長 昨天是高雄的新聞 記者燕國龍在台北的報導